大家好,歡迎來到營養師有話要說 營養師在這裡提早跟各位朋友說端午節快樂 那我們知道端午節一定要看華龍舟比賽 還有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吃粽子 因此特別錄了這一集影片 想要讓各位朋友不要在廉價後才再後悔 怎麼吃了這麼多熱量爆爆的粽子 體重都回不來了呢? 粽子我們都知道七八成以上都是由糯米做成的 也就是屬於澱粉類 因此營養師要帶著你們配合國民飲食指南 來做到餐餐均衡的概念 看看當我們吃下這顆美味的粽子以後 還可以做什麼補強才更加分 因此會有四張要交給各位朋友 首先我們來分析這顆肉粽 一般來講肉粽大概至少三百大卡以上 那如果是現在很多新鮮的一些肉粽 它熱量可能就不能以這樣的標準來做計算 那普遍會有幾個小問題的就是 像是蔬菜量不足 油脂含量比較高 而除此之外蛋白質來源的豬肉 油脂含量也是屬於比較高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菜量都足夠 而且可以先吃青菜來墊味 我們可以知道粽子裡面幾乎蔬菜量是微乎其微 就只有幾片的一個香菇 那有時候自己包可能多添加一點 但還是不夠的 依照國民飲食指南 我們每餐至少要一份青菜 那所謂的一份青菜其實很簡單 就是大概煮熟後半碗的量 或是你自己的一顆唇頭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補強呢 非常簡單 你只要一顆粽子再搭配一盤燙青菜 那就可以更加濃 那我們也清楚 粽子呢 因為它全部都是糯米製成的 比較難消化 它呢是屬於知恋澱粉 黏性也比較強 大概比一般我們所吃的米類消化會更久的時間 所以呢 如果你可以在吃粽子之前 先吃一點蔬菜來墊胃 那在消化上呢 比較不會有那麼負擔 第二件事情呢 也就是一天一顆大小合一 我知道呢 在這個實力裡面呢 可能家家戶戶自己會包粽子 或是親朋好友友會送 以至於呢 家裡有非常多顆粽子 那呢 就開始造沙正講 也就是三餐都在吃粽子 那這樣的話呢 熱量就會非常可怕 因此呢 以往是建議 我們一天可以的話 就吃一顆就好了 那大小合一呢 也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粽子推成初心 也會有不同的一個 口味啊 或是大小 那有的是原本傳統的兩倍大 如果你整顆都自己吃的話 那就非常可怕囉 這個時候呢 不妨跟你的家人 一人分一半 就可以減半熱量 第三件事情 沾醬因控制 我們都知道吃粽子 怎麼可以少沾醬呢 可是你知道嗎 沾醬呢 也是有熱量 而且鈉含量也是非常高 我所謂鈉含量呢 意思就很簡單了 也就是我們台語講的 你吃太鹹了 那就是鈉含量 因此營養師特別整理了一個表格 來給各位朋友參考 建議大家沾少許就好 不要到最後都是在吃醬喔 最後一招呢 也就是 要活動 我們都已經吃下肚子了 運動才是最好的一個好朋友 來幫助你消耗 那如果你真的不想運動的話呢 不妨也趁著放連假 跟著家人呢 去騎騎小趴車啊 或是逛逛街 多走路 也是很好的一個辦法喔 那營養師呢 在最後來做一點營養小叮鈴 特別針對高血糖 高血脂以及高血壓的朋友們 享受剛五的連假之餘 不要忘記 絕對不能過量 不然呢 加集後你的血糖 血壓血脂 可能呢 就會升得非常高 那其他的朋友們 你們只要 謹記營養師教的四招 那就可以 開開心心的過高五喔 掰掰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歡迎繼續寫定下一集的 營養師有話要說 歡迎收看 樊貓 建築